蔡伯,我想先跟你請假的 今天來自殺高端 目前現在掌握開出的扣打 跟實際預約的量有很大的落差 我們今天明天 台北市總共有251個接種點 那我們就來讓民眾來接種 那總共預約是50916 這個是這兩天 因為台北市一天的接種量大概兩三萬 所以兩天就會接種完畢 那同時今天明天也是下一波的預約 那下一波預約 今天明天預約結束之後 預估 中央有先給我們一個預估的量大約2萬 那我們就安排在27號來接種 所以等於是這一次高端的疫苗 台北市就接種232427三天 加起來可以到預計大概7萬左右 這個是我們接種的量 那今天特別來 其實也是感謝我們現成國中 因為這一路到現在 我們用學校的場地來接種 那也大概告一段落 因為學校馬上要開學了 所以今天明天的接種結束之後 學校就要開始做相關的準備 清銷等等 然後準備9月1號的一個開學 所以也特別過來下面的校長表示感謝 顧州現在目前是不是確定用28億元來自購第三季250萬 目前有傾向哪個場 還跟你已經在洽談當中 是的 我們這個月的月底 就會把這個預算書送到議會去審議 所以目前是以28億的經費 預估購買的量是250萬劑 那當然這個整個購買它有一個流程 中央對於地方政府或者民間企業購買疫苗 本來就有一個制式的規範的流程 這當中我們必須要委託藥商 然後要準備相關的這些資料 然後再送到使藥署去做審查 所以我們對這整個流程都有經過討論 所以目前就按照這個程序 當然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預算送到議會之後 能夠尋求議員們的支持 那我們是在明年度才會來採購 然後來執行這筆議員 郭忠祐有沒有哪個廠牌比較有可能 或者是說技術上 因為像包括腺病毒、mRNA 甚至吃蛋白 有沒有哪個是你們覺得會提高傾向的 市長在他本身是專業嘛 是醫生 所以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很清楚的 在明年購買疫苗 一定是基於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是一個加強 也就是說當國人打過第一劑跟第二劑疫苗之後 那麼隨著時間 以目前美國、英國、以色列 他們都已經有相關的經驗了 大概隔八個月之後 需要來接種第三劑 所以它是一種加強的效果 第二個是要因應變種病毒 變種病毒的部分恐怕是必須要接種第三劑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基於這兩個條件 那麼會來評估什麼樣的疫苗 譬如說mRNA的疫苗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做專業的判斷 再來做決定 對 不是因為在高端施打之前 剛好這兩天你們釋放出這個確定訊息 就現在有民進黨來質疑說 是不是好像有些戶籍不在北市 但有些就業的民眾要打嗎 會不會衍生疫苗之亂 甚至覺得你們好像是要他們來背書 認為是在搞政治跟證聲量 你怎麼看 其實台北市要自己來編譯算購益 這個事情我們是經過很審慎的評估的 那甚至還召開專家的一個會議來做確認 所以這絕對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 那我們台北市接種疫苗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就是以台北市的市民並不以涉及為條件 一路以來都是如此 所以就算說我們明年自購疫苗 我們同樣也會秉持這樣的理念 就只要是在台北市居住 不管社不涉及在台北市 都是我們要服務的對象 所以我們大概預估的250萬劑應該是足夠的